欢迎收看欢迎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 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何荣 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 打开视野 透过YouTube收看朋友 请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 动动手开启小铃铛 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 马上来欢迎接下来的三位来宾 首先台大哲学系教授院局郑教授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时事评论员王昌志上志哥 何荣好国仁侯大家好 还有亚太房屋杂志总编辑郑纪文金文雄 何荣好大家好 好今天节目一开始 首先带您来关注的就是在9月23号到24号 中国大陆从海南岛试射了一枚洲际弹道飞弹 目前虽然解放军方面还没有正式的宣布 但是媒体报道一般认为是东风31AG型的洲际弹道飞弹 它的射程已经可以达到11000到12000公里 而根据日本海上保安厅所发布的飞航报告 说这枚导弹最后是落在夏威夷岛 南方大约1300海里的地方 大概就是2400公里 这个位置然后正好是位在美国第三岛链带的范围内 这次的东风导弹试射成功 当然也让全球都在关注 未来印太地区军事平衡会怎么改变 还有这次试射 大陆方面展现出的就是核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 当然选择在这个时候 因为已经时隔多年了 战略意涵是什么呢 先请渝老师带我们来看 隔了44年 1980年的话试射一次这个洲际导弹 到现在的话 这一颗的话就是号称东风31AG型的导弹 大家目前为止虽然没有公布 但是根据所有的军迷所的判断 大概都是确定是这一型的 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 它基本上的话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威慑美国 我先回答你这边的两个问题 就是说大陆的导弹的发射的话 请大家回头翻一下 那个全学生回到中国的整个故事跟历史 它的的确确的话 是奠基了非常多重要的两弹一星的发展 那么这个的话 是大陆长期的重要的军事上的准备 预备 我们都听说大陆的火箭军很厉害 那不晓得它厉害在哪 这一次经过这一试射 那么它产生的一个结果就是改变全局 那么有关于这个长期发展 你这边提到的讲说是什么 军用半导体的发展打压的话 这个是指现代科技 那里面最主要的是强调它 把一个上百吨的一个 一个这个洲际导弹推上太空 能够飞这么高的速度 我觉得有 它是改变了世界的局面 有五点非常重要 第一个的话 它不需要特定的发射位置 因为它是车架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得到那里面的话 基本上是随便到哪就可以发射 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机动性强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它的速度 极为快速 极为准确 它这个速度的话 这高达的话 据说了30马赫 就是音速的30倍 你想想看 航不浪弹不到半小时的话 就射完一万两千公里 那这个速度跟这个准确 那第三点的准确就是说 那个辽宁号的航空母舰 已经在那个位置 已经做好等待了 当然了 美国的船只的话 也是做好等待了 大家想要借这个机会 掌握到最佳的讯息 因为的话呢 你这个是属于非常高科技的话呢 等于是大陆的看家本领 拿出来的时候 那么在那边等待的话呢 就是说辽宁号自己非常准确地 把所有东西都收走了 那么第四点的话呢 就是说呢 这个对于这个 整个这个美国的话呢 完全了解是被通知的 事实上的话呢 有很多国家被通知 有些国家的话呢 没有被通知 像日本就没有被通知 就很难过 他更难过的 倒不是没有被通知 而是美国没有转通知他 日本感觉到他被忽略 就是更难过而已吧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呢 中国也没有通知菲律宾啊 事实上的话呢 通知你不通知你 我觉得有一定规则 也不至于说是做得这么无理 但是对日本的话 我相信的话呢 威慑不但是威慑美国 也是威慑日本的这种情况 那么这个其实讲起来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它是全程 先通知了美国 所以美国的卫星 跟美国的这个研发的那个 他们的所有的侦查设备 都在那边全部观察 就是让你看 那接下来的话呢 还有一点呢 这个第五点 我觉得特别重要的 就是说 这个联合国的武藏都是法国 那么这个 俄罗斯的这个失败了 美国的义勇兵三行 在高空也爆了 那英国四射的这个三叉戟的话呢 也是从美国买过来的话呢 也没有很成功 法国呢 是据说成功 但是从来没有像 我刚刚讲的 就是说完全公布 那大陆现在本身 这颗岛上完全公布 然后呢 这个大家在演习的时候 讲到不得了啊 这三十一行 四十一行 五行 东风十七行 没完没了了 大家发觉 我现在要强调一件事情 就是说呢 普丁总统说过一句话 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实力 就是你的导弹的射程 那这句话刚好验证 所以我觉得的话 对我们这个心理上的影响 对美国的心理影响 因为我那时候 就非常注意美国的反应 美国等了一天以后 它的反应是非常高兴 非常感谢 而且说有告知 你通知我 你通知我嘛 我们讲的 美国人对中国 从来没有这么客气过的啦 从这个事情就可以了解到 这个的的确确是扬明立威了 就是摆明立威射给你看 而且其实按照 这个刚刚又老师讲到说 为什么日本不通知 菲律宾不通知 因为其实如果联合国五常 有具合武的力量国家 彼此通知这是可以理解的 那其他的话 像日本啊 像是这个菲律宾 并没有合武实力 那这次看到说 像是东风31 现在据称是AG型 其实东风31 经过了不断的改进 像是31A是改进型 31AG型是增强型 我继续请教一下 纪文雄 就是说在2017年 我们看到说在 建军90年周年 这个成果展览会上 我们就看到了 东风31AG型的 好 那现在看到说呢 睽違40多年 44年 再度试射了这个 洲际弹道飞弹 五角大厦 美方也证实说呢 中方在试射之前 有知会美方 而日本说呢 没有知会 像刚刚老师讲的 菲律宾也没被通知 澳洲呢 现在看到在画面当中 澳洲跟纽西兰呢 对于这件事情呢 也感到非常的紧张跟焦虑 澳洲表示这个行动 不稳定增加了 区域内误判的风险 而纽西兰则定调 说这是一个不受欢迎 且令人担忧的发展 所以我要问的是说 因为洲际弹道 这种飞弹呢 它是可以携带核弹头的 所以它具备 非常大的核威者力 那它在现代战争上面 所使用的时机是什么 还有就是说 可能搭配的 复合形态的攻击是什么 洲际飞弹被称为 镇国神器 那这就是一个 就是完全用来摊牌的 一个核力量 那其实大家 这个非常记得清楚 就是美苏冷战这种 恐怖平衡 那时候美苏依据的 其实就是这种洲际飞弹 你可以毁灭 没有我 我也可以毁灭你 那玩起来 大家都这个 就等于同归于尽 这样的一个概念 当然对于中国大陆来讲 它的这个洲际飞弹 当然没有美俄两国来多 但是他所强调就是 我这个核武器是属于一个 这个威责对手 然后不实施首先攻击 我这是拿来核反击之用 他其实说白了就是 用来确保他自身 不会受到对手国家 竞争对手的核恶炸 试想一个拥有 很强的核武国家 经常可以恶炸别国 迫使别人摊牌 其实中国大陆 它发展弹道飞弹 强化弹道飞弹 而且不断的这个 现代化 主要用意就是如此 但是用在什么这个地方 我认为就是用在 这个彻底要摊牌的时候 特别如果我们假设一个状况 美国决定对于中国大陆 实施军事威责升高 比如我的核武库 纷纷启动 然后进行一个警告 这个时候解放军的 这种火箭军的 洲际弹道飞弹部队 就是可以开始离开基地 分散部署 而且我们注意到 这次这个东风31A机 它本身采用是八轴 16轮这种越野载重 而且具备这个 除放运输举身发射 这个三合一功能 这个是目前解放军火箭军 洲际飞弹部队一个标配 除了部分像东风5 是属于地窖式以外 东风31这个系列 哪怕于初期型 后来的A型或A机 那前面两种是属于半挂式 但A机开始和东风41 它都是八轴 16轮这种越野车 因此它的机动性非常的好 特别是它躲藏 预备阵地以后 施以伪装网 借由地形地物 这种伪装 那敌人是比较难以掌握 而且从这次它发射 它就是从海南岛 某个偏眼一个位置 就用机动车迅速发射 因此它这样的能力 我想对于美国来讲 是实实在带一个警告 就是我这样的一个洲际飞弹能力 其实你是不容易捕获的 当然除了洲际飞弹以外 解放军目前其实攻防体系很完备 特别它还有大量的中程弹道飞弹 这是美国非常非常忌惮的部分 尤其是它中程弹道飞弹 品种非常多 像这个东风十一 东风十七 二十一 二十六 一系列 而且是核长兼备 既可以用常规弹头 也可以核弹头 最重要的好几款 还可以打击所谓的航母打击军 变成反舰弹道飞弹 这是火箭军 我认为它的力量 比较不同于美俄两国 一个非常突出的部分 也就是我不只可以用来反击 这种核大战 我用来对付你周边 对它危害的 威胁的军事利害 我有能力 比如它这种战法战术 美国称之为反介入区域巨址 它强调就是火箭军和它 以前叫战略支援部队 现在叫信息支援部队 或者军事航天 还有网路部队 以及陆海空山军 那形成一个反介入巨址的能力 让美国海军就觉得很麻烦 我的航母要介入台海或者周边 我必须越跑越远 没办法紧邻你的周边区域 不然就成为大战 对 要不然就成为标靶 我想它这样整个攻防体系 最底层依托就是它的洲际飞弹 战略核武 然后其他攻防体系来威择对手 对它的传统或者核攻击 但我们考虑到俄乌战争是一个典型 俄国拥有那么多核武大棒 但乌克兰还是可以攻击它众生目标 北约才一个灰色地带 不断刺激它 因此俄乌战争是一个典型 就是你核武 哪怕洲际飞弹 还是不足以捍卫你全部的利益 你还是在常规武器这个部分 你攻防兼备能力 而且信息化作战能力 你要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 才可以把你的国家安全 利于不败 不被欺负的地步 这核武就是当作这个威择的筹码 那当然现在大家看到是 中美两国的这个军方 最近也大家关注的就是 解放军的南区战区司令员 吴亚南他到夏威夷 他率传到夏威夷去参加 这个印太国防军司令会议 不对美国来说呢 现在迫在眼前的 就是11月5号的这个总统要投票 打中国牌到底有没有效呢 根据BBC的统计就发现说 9月10号在美国总统大选 电视辩论会之后 川普呢随后在五次 这个竞选的集会场合上 他总共媒体帮他算了一下 提到了中国大陆有40次之多 反观这个贺锦丽呢 几乎是不提中国大陆 美选相关的最新议程 当然接下来大家锁定的 就是在与两位副手的交锋 明尼苏达州的州长 也是民主党的副总统 提名的候选人 就是Tim Waltz 以及共和党的J.D. Vance 在10月1号 他们会在纽约市要办一场 副总统辩论会 有专家也曾经质疑说 这个辩论到底能不能够左右 或甚至影响最后的选举结果 毕竟说副手的辩论 其实很少 不但是说没有什么关注 通常也不会引起太大的影响 但是过往经验 仍然是有因为重大翻车 打乱了整个竞选节奏 好 因为现在大家看到 不管你现在看到最新的民调 都是川普 贺锦丽 他们的民调真的非常的接近 就是彼此死咬着 所以副手的辩论 这场辩论的关注度 因此也提升了 所以我要请教尚志哥 你怎么看 两位副手 他们会锁定的重点在哪里 首先先讲 真的确实川普 真的是在选举辩论之后 他很明显的 因为他可能选举 确实比较冷 然后现在刺激 这个抗中议题很明显 所以这个抗中议题 有没有可能延伸到 接下来范思跟华兹 包括在他们副总统辩论会当中 成为一个主项目呢 我想其实大家是这样子 从选举开始 我们都看到这两位副手 其实大部分大家有兴趣的 都是科瓜群众 也就是投票虽然可以投票 可是这里头很有意思 因为他们都代表更接 因为他们都不是高大上 来自于什么贵族家庭 都是从基层起家 所以从基层起家 这两个人 一个当然是耶鲁德高才生 一个就高中毕业 不只这生平的人设的差异 而他们言论当中 展现不同的价值 一个精英价值 一个部分跟孩子 跟家庭的捆绑 他孩子哭得死去活来 滑自的孩子 哽动了一拨人 所以在这些 所有的这些 在对科瓜群众来讲 对我个人来讲 总统的部分 川普跟贺锦丽当中 他们中规中矩 就这样讲 贺锦丽就不提大陆议题 不提台海议题 我们觉得很烦 但是你就可以听到 在副手当中谈的就比较多 好 来讲这次辩论 我想总体来说 包括各方评论都觉得 首先有三个观点 首先这次辩论会 第一个部分 他的议题一定会比 总统辩论会更广 更多 甚至更杂 也可以持在更精彩 包括我刚刚前面 所提讲的 国际的部分 其实是范斯 经常在说三道四的 但对内部的 包括斗胎权跟等等的 也都很犀利 也就是说我们听 总统变总统 两位 其实中规中矩 连川普也都还好 但是在我们现在 听到现在的 范斯那个火力 专访 发芽都 包括集许在他们的 全代会当中 都非常的刺 带刺 他几场舌战主持人 对 所以很有意思 所以毫无疑义的 在这场 可以凸显他自己 他自己没有川普光芒 范斯是很爱凸显 自己的耶鲁精英 他怎么可能不把自己 打造成光芒 这样的 所以透过议题 所以议题的多元性 刺激性 我觉得可能是一个 非常drama show 都可以堪比 第二点的话 我想人设对决 同样从基层起家 刚刚讲一个 耶鲁精英 这个在美国来讲 对于接近成功人士 包括基层本身 也有很大的 向往跟追寻 他是个典范 而华智作为一个 其实就靠自己能力 而且全世界跑透透 包括对中国大陆 相当理解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头 跟家族之间的关系 又是体现一个 美国非常核心 又浓厚的感性价值 从我来说 我认为就是一个 用理性诉求 跟一个更多 以感性诉求 为基底的人设大对决 所以他的戏剧性 非常高 第三点 我想就主要是在于 议题跟人设加进下 于是这种综合性 体现出来 因为毕竟是副总统 一旦总统挂了 出问题的话 这样子的副总统 可是要接班 来带领美国 所以虽然有这么多 复杂 这么精彩的元素 在接下来的 这场辩论会 但是大家在最后 在感受 这个两个副总统 还在天明上拿捏颠梁的 这个时候 谁万一真的要接手的时候 我觉得大家还是会有 自己的看法跟价值 无论觉得华兹是比较沉稳 比较年纪老成厚重 来是说 范斯当中 其实是承袭川普的价值 所以这里头 其实有这种最后的综合性 应该会有所决定 最后我想 其实无论如何 就像刚刚何龙所提到的 不会影响选情 因为最后还是在 但是就看看 我觉得加分加加减减 就看看有没有什么地方 大扣分 这种就要大扣分出来 那就有得瞧了 就是自民党的总裁选举 最后是由石破茂 他是自民党的前干市长 当选了自民党总裁 当然就会成为下一届的 就是新任的日本首相 接下来日中关系 当然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 石英宏就分析说 这个石破茂 虽然过去他一向是跟 前首相安倍晋三是不合的 但是在于对中态度 还有政策主张上 跟第二届的安倍内阁 其实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不同 另外一外 北京不愿具名的学者 则是预测说 中日关系存在着结构性矛盾 石破茂上任之后 将会更加强日美同盟 好 大陆方面 也由他们的外交部 针对新首相石破茂 表示说 希望日方以史为鉴 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 确立的各项原则和共识 同大陆相向而行 而对于日本内政 则是不予评论 中方有自己的既定立场 那么中日我们想说 当然过去看到有紧张的一面 不过像是安倍担任首相的时候 曾经也希望邀请 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以国兵的身份来访问日本 北京也曾经定调说 中日关系是永远的邻国关系 那我想要请教任老师 您怎么看这个石破茂 因为它真的是 之前本来 我记得它好像是五度 以前一直都是呼声最高的 终于当上了日本首相 您觉得在他主政之后的中日关系 会如何变化 我觉得你刚刚在介绍整个石破茂 借岸田文雄以后 当选日本首相的话 就是有两点 就是日本的话 几乎就是决定论 日本一定要发展美日关系 这个跑不掉的 美国要他干什么是干什么 不管是这个安倍金山也好 这个岸田文雄也好 再来的石破茂 我觉得实际上的话 我特别注意一下 这个石破茂的出现 还不是最反华的 要搞清楚 那基本上他们的立场都一致 那另外的话 以史为鉴这句话的话 来描述中日关系的话 真的是具有结构性的冲突 因为说是 就是说这个其实讲起来 这个在台湾情况一样 我们看到就是 你讨不讨厌日本的话 说明的话 你自己的认同 一个基本观点 因为这个历史当中 像我个人非常喜欢历史的话 那我的印象 当然就比较强烈一点 但是我觉得石破茂 在大陆的心目当中的话 有四项记录不会太好的了 肯定的 第一个的话 他是一个曾经强调 要支持把北约拉到亚洲 要建立亚洲版的北约 那这个的话 对大陆来讲 没事干就在旁边 建立亚洲版的北约 所以说中俄朝的话 本身也是针对日本 然后第二点的话 就是说 他要撕毁掉日本的 和平宪法 要重新武装的力量 那么这个 我必须强调 对于日本人来讲的话 都不意外 日本人可能很喜欢他 但是的话 这个日本的话 要重新武装的话 那对于这个 实际上对于这个 中国来讲的话 压力倍增 然后第三点的话 就是说他 他在当选这个首相之前 他出访过 来到这里 来到台湾 在台湾的话 这个滥发议论 他讲了非常多话 基本上就是 意思就是说 台湾有事 日本有事 日本有事 台湾应该有没有事 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就是总而言之 另外的话 就是说他对于钓鱼台 或者钓鱼岛的立场 是非常坚决的 甚至一度要扬言说 要搞基建 我讲的这四件事情 在大陆 大家可以做个直接的判断 就是说是这个石破帽本身来讲 他的运气不太好 为什么 因为他在当选的前两天的时候 大陆刚试射了 这个洲际导弹 这一颗导弹 是改变世界局面的 非常重要的做法 因为日本本身来讲的话 在国际关系是极其小心的 尤其是不会得罪外敌 日本也有以历史为鉴的 日本我的感觉上 是独特消息 日本真的是不太怕中国人 这个要了解 但日本人非常害怕俄罗斯人 这个历史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俄罗斯人感觉到 日本人好像体能不行 说关东军多强 拉到西伯利亚 都死得差不多七八成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的话 我觉得中日关系的话 审慎不要太乐观 余老师点到一个重点 我们也在观察是说 石破帽他在也 还没有是首相的时候 跟他未来真正成为首相 主政的时候 他的立场跟他的论调 会不会有所变动 那当然这个刚刚有提到说 他一直以来 石破帽很希望 能够建立一个日本小北约 当然现在会不会 老师刚刚有提到说 未来配合美方的 这个大方向 其实是不变的 但有没有可能真的就是 往亚洲小北约的方向 去推动 金兄兄你的看法 还有如果就算 没有办法推动 可是至少 他感到威胁性 他特别会加强 日本的防卫 特别是在哪一块 会着重 我觉得日本要建构 所谓的北约 亚洲版北约 当然是这个他的目的 企图 但我觉得落实的可能性 其实还不是很高 毕竟周边能拉拥 像是韩国 本身和他诸多的历史问题 现任的韩国总统李席 当然是这个亲美亲日 他和这个美国日本走在一起 这几年走得很近 但下一届韩国总统 是不是还是同样的路线 其实值得怀疑 而且韩国总统 如果这个变成一个 可能是之前文在寅 那一派的 这个关系其实很快就疏远 虽然所谓的亚洲版北约 我认为成型 或者具体落实一点难 但把北约的力量 拉到亚洲这个地方 这个是现在进行事 特别今年夏天 我们发现 哇 北约的军事力量 在日本也是很忙的 包括之前通过台湾海峡 德国巡防舰 还有这个补给舰 不是才到日本 而且德国的战斗机 也访问日本 像这个法国 还有这个意大利 相关的船舰和飞机 也到日本访问 也使北约和日本 加强双边的关系 甚至形成一个 年度性互访 或者加强联合军演 这已经成为未来的趋势 原因是 虽然没有这个亚洲版北约 但日本加强与北约的合作 加强与美国的合作 甚至加强在澳大利亚的军事存在 各种协训 其实都已经正在上演 特别今年澳大利亚的好几场演习 自卫队都派出很多军力去 比如之前的漆黑2024 日本自卫队 航空自卫队就派很多军力去 而且这个F-35 这个日本的战机 还象征性的与美国B2轰炸机 在澳大利亚周边 进行空中联合编队 这个历史上第一次 也因此日本和周边的这些国家 加强他朋友圈里面 这些军事安保的关系 是目前正在进行中 未来更加密切 至于说日本会加强哪一个部分 在军事力量这个部分 我认为就是加强攻击 主动攻击的能力 尤其是他已经向美国买400枚 这个战斧巡异飞弹 为了要配备他的这个 这个神盾驱逐舰上面 那就具备像美国驱逐舰一样 他具备对地面重要目标 一个远程打击能力 另外他把自己的12式反舰飞弹 加强射程要增程到1000公里 这个时候很典型 要把他的军事力量 从纯防卫变成具备有限的 远距离打击能力 当然这是呼应美国 因为军事能力撤出 这个第一岛链 它的一个弥补 但也把日本其实推上了 具备攻守一体能力 这样的一个力量 至于地理上 它加强什么样的一个位置 其实就是这几年做的 西南诸岛 包括部署飞弹 部署雷达 部署电子 作战设备等等 就是加强整个西南诸岛 包括我们周边的 云纳国岛 石原岛等等 它的这个海峡 或海上通道的监控能力 当然它这个目的主要就是 封阻解放军从东海往 这个第一岛链突穿 它的整个阻绝和监控能力 但这个能力说白 也是配合美国 这个搭起第一岛链这个防线 总的来说 就是自卫队 就是跟着美军 一步一驱 那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状况 类似 就是自卫队的海上护卫舰 连号在25号 首次通过了台湾海峡 这也是日本海上自卫队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那画面右上方 我们看到这个连号 它的成员是175名 满载的水量 排水量是6300吨 在上面搭载了MK41 还有包括说90式的舰对舰的导弹 还有包括像是三连短鱼雷的发射管等等 现在看到的是日本自卫队的护卫舰 通过台湾海峡 它是第一次 但未来有没有可能变成常态 通过台湾海峡 其实这些年包括美国加拿大 那么也包括德国荷兰 澳洲 日本第一次 但日本的部分其实不太一样 我想日本这个所谓的 他们的军事力量 只要涉及到跟中国有关 或涉及到台海有关 因为它就有一个历史的重量 我们讲通过台湾海峡 前一阵子在澳洲 在中国大陆也引起非常非常地讨论 我认为这一波的 日本通过之后引发讨论 我现在看 感觉起来在中国国内 舆论有被控制 不过它点燃的那个东西 会难以想象的 我想其实现在是这样 在台湾海峡 这个部分的意义 其实对于国际上当中 有两种很重要的意义 首先第一个是台湾海峡 作为如果是公海的话 大家这里头不只是军舰在经过 有太多的贸易 那么特别对东北亚 对日本韩国 这是一个非常大的 亚洲的经济命脉 所以如果台湾海峡 如果变成整个主权 是中国大陆的 它不是一个公海的时候 其实对于这个 全亚洲的经济影响力是大的 对于国际的 各国的利益有影响 除此之外 当然台湾岛上 这个所谓的 中华民共民主主权 当然我认为这个部分 各国你说真心在意吗 我个人不这么认为 所以这些动作 最近澳洲 日本的这些动作 可以看得出来一个脉络 虽然不知道 有没有跟美国方面 美军方面 是一个环太平洋 或总体 他们研判当中的一个做法 陆陆续续通过 但是你知道 他们达到的作用 稀释 稀释了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海峡 对于台湾作为主权的 一个认定 主权这个事情 从来以来 就是要国际承认认定 所以这个文要性本身 那中国大陆 对于台湾任体 跟台湾海峡 始终强调主权 历史性 反台独分裂国土 但是这些都是 你中国大陆的事情 干国际手的事情 所以这一波 所有的这种稀释 一国接一国 看起来 虽然不能说在主党 在攻打台湾 或台湾海峡战争 要冷却 但某方面来讲 这个战略要稀释掉 中国对于台海之间的 主权诉求这件事情 看起来说 军事上下这个棋子 还是会持续下下去的 叶老师刚刚提到说 以史为鉴 中方外交部这四个字 其实是话中有话 感觉上 因为最新的历史 就是北约东扩 造成了俄乌战争 马上回来